这个是B8的磁控轮 这个是钢丝线 这个是调节阻力调节器 现在是安装好了 安装状态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是一档 一档的时候 你看现在这个滑块是在这里 然后呢我把它 调到慢慢的调 这个滑块会往上走 这个滑块会往上走 会走到底下 走到这里是阻力最大的 现在是阻力最大的 然后呢要它阻力变小一点 现在调回一档 要调节这里 或者这里都可以改变它的阻力 现在调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螺丝拧松 然后把这个铁片往上调 转动这个铁片 看到这个东西会往下走的 这个位置调好以后固定它 固定它 现在的阻力就变得比刚才小很多 刚才滑块就在上面这一点 现在是跑到这下面这里来了 然后这个位置也可以调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同样 是把这个螺丝先拧松它 然后这个螺丝柱子往外拧 拧它 它这个下面的这条 这个滑块就会往下走 你看间隙越来越小了 拧好了以后 把它螺丝拧紧它就行了 这个调节范围 这里大概也只有五六个毫米条 拧紧以后 现在是一挡的阻力 它是最小的 现在这个滑块离得这么远 刚才一挡的阻力 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左右 然后我现在把它调到十四挡 它调到这上面去了 好 我今天看到这个址也会有点好 我现在是一挡的阻力 是一挡的阻力